那接下來我想跟大家簡單來說 在舊英山合約簽訂 到了這個中日合約簽訂 那中華民國和日本建立起大使級的外交關係 所以為什麼這個時候才會建立這個大使級的外交關係 以前我們外交關係有啊 彥琦在上一集中提到了所謂駐日本的中國代表團 為什麼 因為他那時候還不是主權國家 一定要記得這一點 那吉田茂政府他在戰後初期的 跟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來講 那麼他的態度是清楚的 他採取是一定程度的政經分離的政策 像吉田茂相對的中華民國政府是友善的 但友善是一件事情 但中華民國政府能不能代表整個中國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才說從一開始從合約沒有簽訂以前 吉田茂在日本國的立場就是 簽訂是一樣的 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不等於中國 這是一件事 那你要採取一定程度的這個經貿關係這是一部分 但日本以左派為主 很多人是基本上認為應該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 這是一件事 那因此我們就知道一邊是有外交關係 跟沒有外交關係一樣可以簽署日中民間貿易這個協定 讓日本跟中國可以維持一定的經貿的往來這是一件事情 那等到吉田內閣下台 到1954年鳩山伊朗內閣的時候 他的外交政策有沒有 就更明顯想要提出兩個中國的主張 因為鳩山伊朗就表示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皆為獨立國家 因此日本英語兩方建立友好關係 如果現在日本政府講這個東西 我看台灣的民地會說真好 你就知道中華民國政府在過去的外交走向上 距離人民的期待 影響到台灣目前整個國際政治的發展有多大 那受限於這樣的情勢當然沒辦法推動 那到了1956年鳩山伊朗就正式提出要求跟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 這個事情沒有進步發展 因為鳩山就生病了 生病之後內閣改組 所以沒有進一步的處理 那接著鳩山來執政的自民黨的首相 是岸信介 我們都知道岸信介跟他的兄弟佐藤融作 這對兄弟黨 一直到現在 現在這個日本的首相安倍 這個系統來講是很重要日本的世家 那岸是一個著名的緩攻政治人物 雖然是戰後首次以首相聲問 緩問台灣的日本的首相 那在裡面呢 安信介跟台灣後來的整個軍事的發展有一個重要的關係就是 當簽署美日安保條約的時候 就是台灣等於被放在遠東條款的範圍內 那遠東條款的範圍來講是很重要的 等到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那麼即將終止的時候